所以我们就说女生特别要在意 怎么样能够吃到补血食物 而且尽量偏向于素 我自己本身吃素的 我跟各位介绍吃素这么重要 我是教学的 我讲在台上啊 我给人家感觉脸色苍白啦 讲话没力气啦 长痘痘啦 人家会相信我吗 不会相信我 肯定不会相信我 对不对 所以我台上状态我要保持得非常好 我怎么样把台上状态保持得非常好 第一个概念 我要吃全素 我是要吃全素 我吃全素啊 不会有伤高的问题 什么高血压 高血脂 糖尿病 跟我无缘 跟我无缘的 我没有酸痛的问题 我全身舒服得很 我没有酸痛的问题 跟我同年龄的 他会衰老 我不会衰老 我觉得很好 我六四岁的 我不会衰老 因为我吃素 我吃素衰老不了 对不对 所以因此我知道 吃素是一个确保健康的好方法 但很多人不懂 很多人就是一上餐桌嘴就惨了 你自己嘴巴管不住的 没办法的 没办法的 所以我在台上讲课呢 我竟然跟中年老年这些的朋友们 我跟他讲 你生病不是你痛苦 全家陪着你痛苦 你相信 你生病全家就为你烦恼了 花钱了 对不对 花在医院了 怎么样不生病 你要个好方法 最好是简单的方法 最好是什么呢 不花钱的方法 怎么样不花钱又能够不生病呢 很简单你吃素就行 就吃素就行嘛 吃素有困难吗 面向好吃的 什么龙虾啦 干杯啦 以前都吃过了 所以以后可以不必吃了 等下辈子吃嘛 这辈子吃完了嘛 可以不必吃嘛 以后是为健康而吃 为家庭的幸福而吃 因为你不能生病 生病是一个罪过的 不生病是一个责任的 你如何不生病 很简单吃素就行 当然有些人讲吃素 我宁愿跳河山 我说不是叫你每天吃素啊 你起码一三五吃素嘛 一三五吃素就进步很多嘛 对不对 二四六才吃一点荤嘛 那你有什么困难呢 隔天吃荤 一三五吃素 那谁都做得到 对不对 所以一三五吃素 是为谁吃 为你家人吃 为你家庭幸福而吃 请记得 一三五必须吃素 为谁吃 为你家人吃素 这很重要的概念 这跟他分享的 这是很重要的概念 因为你只要一三五吃素 你的体质就不会太酸 对不对 就不容易生病 就行了 少吃药 就行了 我们现在来谈一个 我们那个 那个 那个草